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這次我要用我的樂團迷信心樂團的歌曲 離開這樣子的生活 來為大家講解一下我在這首歌裡面 播放貝斯的一些idea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在這首歌的 吉他教訓影片裡面的彈奏 大家如果有看上一個影片 我在教這首歌的吉他彈奏的部分 大家會發現我是使用一個彈奏的 這個是我最剛開始的概念 那麼接下來我的概念就是想要加一點 貝斯的彈奏、貝斯的想法進去 所以我就換成右手使用手指頭去波旋的方法 然後我會用我們大母子去做 貝斯的更衣的彈奏 然後去模仿貝斯的一些效果 所以在模仿貝斯手的時候 我就會想 如果我是貝斯手的話 那麼我會怎麼彈奏這首歌曲 這首歌的節奏 這首歌的彈奏 又會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我想要的貝斯彈奏 所以就在這樣子的概念下 我把這樣子的東西加到我原本基本的彈奏裡面 所以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在翻音的彈奏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就去對照一下 翻音的位置以及貝斯彈奏的位置 然後就兜出了這個彈奏 再看一次 在橋段結尾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想要做的是一個同樣的一個和弦 都是五級和弦 原本是C on D 的和弦 然後接著再一樣是C on D 然後再回到D OK 然後做一個 的旋律 OK 那我們就想了 其實貝斯也是一樣可以去做一個爬升的狀態 所以我就把它往前拉 拉到了 Am Bm7 然後C和弦 然後接著D和弦 Bm7 這樣子除了我的高音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旋律 B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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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的低音也會有這個樣子的爬聲 B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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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